今天是2023年的7月28号 今天没特别行 所以这个声音可能会有一点 我就不用的笔记本的 这个mac 也带有新 或者新吧 今天我觉得想成什么样 大家心里都是高兴的 是吧 请看文章的自己长度 请看文章的自己长度 现在终于过去世了 过去世了 第二个你看下边 在这的时候 二次注二次结构 因此咱们一次结构买入了 几乎就是这几点买入 能理解的反应 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说 比方说二浪的低点差不多就行 没必要追随完美的低点 有时候三浪的低点为什么 就是C3的低点为什么就动手 万一没有C5呢 对吧 这次的低点其实很好了 就是有一阵的不涨 不涨我们就就守着就行了 它也没跌啊 它也没下跌啊 就等着就行了 守着晕开见月明了 趋势不会永不终结 这二车指数它的趋势好很 春天之后到现在都是调整周期 只有今天才突破趋势 一个一百多天的调整周期的结束 对应的上升周期不会小 所以今天涨完之后 我仍然还是那句话 涨得很毛毛雨 微不足道 好吧 如果是二浪调整结束之后 如果是3的话呢 它对于整个三浪来讲 目前的涨幅还很小 很长 仍然是初期啊 所以能说的不多 四个字 持股 带涨 好吧 继续带涨 但是呢 就是说 我们对于这个二浪的低点的把握 满仓的时机 还是不错的 别太追求无奈美了 还是不错的 看周见 像这五零的周见 咱们几乎买到D9上 对吧 D9 350 周见的D9 最低点 面熟的最低点 还算不错 还算不错 然后呢 从周见的角度来讲 从日线的节度 这边 后面如果后卫趋势的话 有可能减长了 但是呢 进入到三浪 突破趋势就是 看空的最后的防线 现在趋势突破的 你没有理由再看空 前两天有一个 昨天我买 还说有一个学员说 这也空仓了 还是一直在学员 就说空仓 我就给他进眼了 就是你空仓也好 你不看好股市也好 但是你的自由 但是你尽量不要影响别人 你说你要是把一个 其他的学员影响 跟你没有关系的人影响 你的面对 现在的 最近的这个上涨怎么办 你现在追还是不随 对吧怎么办 因此呢就是说 从交易的角度来讲 交易不是事后诸葛 你需要有一定的交易的定义 你不能买完之后 或者不涨 然后你就天天天天天有人了 对吧 因为北语市场一定的信心 一切是基于信念 好吧 我们学员区里大多数都是藏的 对吧 因为至少有我赔的 大家 有些时候你拿不准的时候 你看看老师现在目前的什么态度 按住以后都是蛮长的 等着吧 等着吧 最近的上涨东西不会特别小 现在只是初期 是吧 耐心点 因为咱们其实 嗯 对于春节之后的调整 回避的也算不错 底部呢 又赶重仓 满仓超 超完之后呢 就是有一段时间的没涨 但是呢 超的理由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我们的操作上是没有问题的 对吧 有日线的底部结构 有周线的底部序列 浪行呢 又走了一个ABC 就是春节之后啊 但现在也走了一个ABC 就在C浪的末期 全部调整又走了100多个交易 你是这样的地点 他哪找去 对吧 但是你 你如果他不涨的话 你就 很多人他就不信 在这个地方的地点 是很好的地点 只有涨了之后才在心 可是涨了之后 你再进就完了呀 就是当断不断 其必自乱 就当时你就该满仓 你就得满仓 满仓之后不涨 不涨就挺着 对不对 我对最近的几周的操作 自然就是没操作 你今天虽然说大涨 大涨之后也没有操作呀 你能因为今天大涨就卖了吗 跌了一百来天 这才涨几天啊 跌了那么多 现在才涨多少啊 所以现在还是不应该卖啊 还是持股再涨啊 没什么太大变化 对吧 从操作的角度来讲 还没什么太大变化 可是呢 你错过一个十点 你就会错过一个十段 这个地方 假如说像那个学员 说的他空仓了 那现在来讲 我就觉得你就很难了 是吧 你怎么办 你现在空仓你怎么办 一点 如果买不过去 买不进去 现在你就不敢追 只有可能错过一个十段 所以来就是个人建议啊 就是假如说你曾经犯了错误 那今天其实你不要管阳线 不阳线 过去还是要买 否则你会 有可能会有原则性错误 这趋势不是开玩笑的 就是最后房间了 最后房间 但是呢 就是说我刚才说的意思 就是这一波 实际上也不要太处备完美 依次结构 形成之后 它有点像这个住二次结构 概率上已经很大了 但是呢 即便出二次结构 我们也不要后悔 第一次结构买入 然后我们一直在讲这个逻辑 就是你出一次结构的时候 后面是不知道 有没有二次结构的 再想对不对 有二次结构就是挺过去扛过去 也没说你买入就必须涨 对吧 当然现在不涨 想到有好多人就已经快崩溃了 前两人就快崩溃了 因为买进去之后 他如果二次结构的话 二次结构的低点 是要比第一次结构的低点要低的 二次结构的成功率 也要比第一次结构的成功率要高 但问题是你在第一次结构形成的时候 不知道后面有没有二次结构 所以你需要当机地段 那我就建议大家就直接就满藏吧 满藏之后不打不打就挺着 对吧 动化销学在结构做 不动化销学那就是持股 就是持股 对吧 所以这一波就相当于我们二浪的 一浪的低点我们重场超的低 然后瞬间之后逃顶 然后回落 然后又回避 五波段二浪的低点我们又满藏 我希望能够这次满藏 能够希望能够把三浪做满了 希望后面能有一个顺利的三浪 别太折磨人的那种三浪 但真正折磨的其实不是特别专业的选择 折磨的那种 我说的他就是心理程度能力比较差的那种人 如果你按规则来 按我们制定的标译的策略来 问题不太大 这么长时间了 是吧 哪一次哪一波行情包括股灾是吧 所以问题很大 问题都不会大 但是为什么 讲的课是一样的 有些人他的承受力 和就是不一样的 就是跟人的性格不一样 性格不同而不同 所以再次的建议大家 就是第一个小想 交易规则是很靠谱的 他能不能帮你解决很实质性的问题 这样就是 坚持正确的方式去做交易 坚持下去 他不是一个短期的过程 他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好吧 有些地方进行微调 那我会告诉大家 现在目前没有 操作上也没操作 也不能因为答案就卖了 是吧 这才能够呢 微不足道 有现在的掌握 依旧是设的 微不足道 三辣如果要只这么一点点 我都不抽这个底 我们抽这个底 就是自在告别 能理解的短片 能听见吗 没了 they're not отд hear 呢 they're not they're not unlike they're not and 然后能就这样 我自己自己也给信号 今天人气恢复了好多 你不要管人气 很多人就说啊怎么现在人少啊 怎么你你现在关心那个点都不对 你管的人都人少了 我四年都没高升了 对不对 人人少的很正常 留下来的都是识货的 是吧留下来的都是识货的 从整个抗波周期的角度来讲 现在是初期 初期中的复期 比方式的第二条腿 不能只有自己一点 只有一个次的一点才能形成 所以呢就是这里呢就整个来讲 如果整个涨幅是100%的话 现在只是10% 能理解吗 只是10% 后面还有90%的空间 差不多是这样的吧 那么从今年的角度来讲 今年目前的这个位置仍然是很低 所以我们 就是说这个对未来的判断还是很乐观的 但是呢这个乐观当中也 今年我们整个就判断不断了 你如果 假如说啊 你如果今天 今年不不回避今天上半天的下跌 就到尾今年年末时候收高的时候呢 基本上你可能收益不会特别大 所以呢这个必须把下跌毁掉 然后那底部还得赶超我 这才是今年的整个的 是一定要抄的 二浪地点 这个我就怕抄不到底啊 我当时说了一个二浪地点 差不多就行 因为这个 我知道是一定要抄这个底的 第二个呢就是说调整的地点 不一定会给结构 有的时候呢就不给结构也会抄 二浪地点我既然一定会抄 我是不管给不给结构的 我都会抄的 但是没想到他能给个日线结构对吧 还算不错 运气还算不错了 好像我们一直运气都不错了是不是 一直运气都不错了 然后就等着呗 二浪你说走过那么长时间的条纹都是 所以这三浪呢不会小啊 不会小 等着啊 耐心等着 10年规模不会小 空间还是不好说的 是吧 空间是不好说的 因为整个看着今年不是主生年吗 还不是主生年啊 但今年来讲呢 就是说嗯 如果在这里持股不动到年底的话 不管大盘涨跌 我觉得今年都是错不太 都是错不了的 问题都不会太差的 你今年来讲呢 就是能回去上半年的下跌 三百年又能买进去 这个操作就算停了 今年主要任务都算过去了 然后等明年了 明年他就真的说过你 个人观点 警告他好 明年不涨不许买个 好好不好 我只是对吧 就是个人观点啊 我说的说的 有些说的远期的事吧 没问题绝不埋怨 你是肯定不埋怨 其他人不好说的 今年还有多少人 在买下去年的课 但是去年我们实际上 咱们通常三次 就是严肃对于去年的判断 但最终我们是有变化的 咱们会跟这房间的变化是变化 因为我们对这 这些人说的为准啊 包括对于明年的判断 我们虽然说今年对明年 是这样判断的 还是以最新的 明年到时候最新的判断 为交易标准 好不好 我还少被埋怨了 对不对 我还少被埋怨了 老师请教一个问题 我告别解套了 是换股还是持有元来的 这事自己定 好吧 这事根本就不是问题的观念 你看前两天 你比如前两天 就昨天 长安之后的一个小的回调 那就有人就长不住了 是吧 各种就不行了 你说这怎么办 你说这样子怎么办 更别说前两天 快创新机 它即便快创新机 它也没创新机 只是不涨而已 但你不能说超完底 就期待马上上涨 超完底之后 上涨 从盘 下跌 都是 有可能的 你不要管他后市怎么走 不是说呢 但行好事 莫问先生 你只管你自己 你的这次超底 是不是在ABC的C的默契 是不是在跌了100多钱的 二浪的默契 是不是有日线的底部结构 周线的底部系列 你超下去 就这样的底 你不超 你还想等什么样的底 你才能超呢 你超完之后 你自己就没做错 怎么 那市场还要 现在怎么走 怎么走 后面关于 就算还要不那么走 我们还有一个纠错的标准 没到纠错标准就持股 对吧 现在不过去 虚实你也不能卖掉 如果虚实按理说是应该 稍微不动的 还应该再继续加仓 虚实为王 你也不应该卖掉了 你还是持股 当时我就完了 就等着呗 怎么怎么卖 他的钱都卖出标准了 目前在卖出标准 我们是不会卖的 好吧 但是你没有这种交易的定义 你总是墙头草 交易也是做不好 对吧 有些人的承诺力 实话讲 确实不适合做交易 他的那个承诺力 这是不适合的 但是这个话说出来 就挺难听的是吧 很多人就觉得 老师你看他还交钱给你 还交学费给你 你那个这么无情的打击他 学费是小啊 像这样的成功力 他做交易 将来的前途不固定啊 是不是 你远离这个市场也许 对吧 也许对他来讲是一个好事 但是假如说你下定决心 还是对市场保持着信心 我希望大家能够在今后的行情日子里 保持一定的交易定义 好吧 主要行情一波动 你就受不了了 主要这样 这怂得太丢人了 看不下去了我都 怂得太丢人了 其实对我来讲没法影响 对吧 你能把我影响了 第一个呢 是对你自己有影响 第二个呢 是有可能会影响到其他的学人 假如说你非得是不行的话 你能不能就别在学员自己说 我眼不见心不烦 其他的学员也不受影响 这也称号的吗 你像我这么苦口口的说 说完之后他还在学员局里 是吧 你各种的情绪在跑学员的那种 他实际上什么 他是他是不土不快 对吧 自己扛不住 就想在学员局里发起发起 大家耐心点 现在来讲 可能是近期不会有卖出标志的 所以还是需要耐心一点